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Viola 最近的芯片大战单元介绍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电影 今天也是要继续走这个路线 当然电影Top 007有比较热门的作品 所以如果对票房强片比较有兴趣的朋友 就不要错过电影Top 007咯 今天的小众电影特辑在芯片大战的单元 没有要跟大家介绍来自好莱坞的作品 先来听第一部是亚洲的作品 Sympathy for Lady Vengeance 亲切的金子 苦赞誉导演作品我要复仇 原罪犯 亲切的金子 并称复仇三部曲 本片描述李英爱饰演拥有美丽怪貌的金子 正值花样年华的20岁 被拨告他绑架和杀害一个男朋友 因此被叛行入狱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 其实是经典重映 亲切的金子 还记得两个礼拜前 Vaola介绍过原罪犯 Older Boy Old Boy 而普赞誉导演在复仇三部曲当中的 另外一部作品 我要复仇 也在上个礼拜重新上映 所以对于喜欢普赞誉导演 或者是想要朝圣复仇三部曲的朋友来讲 最近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刚刚在介绍当中听到金子 他因为被诬告所以入狱 但是其实故事从这个地方才要开始 真正的故事是从他出狱之后 因为出狱之后 金子就换上一抹鲜红的妆容 也就是我们在海胞上面看到的样子 他抛下他过去亲切的面具 换成冷静还有坚毅的眼神 因为他要复仇 像那些让他做冤狱啊 背负杀人罪名的真正祸首复仇 那那个人是谁呢 他是英文老师白老师 其实Vaola也不知道那个白老师是谁 因为在你真的去看之前 其实大家都只会认识金子这个角色而已 总之整个电影的故事就是在讲 美丽而亲切的金子小姐 经过漫长13年的服刑后 出狱 然后马上展开一连串精密的报复计划 所以讲到普三玉导演的复仇三部曲 我要复仇讲的是绑架 原罪犯讲的是禁锢 亲切的金子讲的其实是赎罪 所以搞不好 重点并不是在金子怎么样复仇 而是他找到白老师之后 白老师怎么样赎罪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金子他并不是因为入狱 才患上不亲切的面孔 是出狱之后才是哦 我们在片名上面看到的亲切的金子 其实是这13年漫长的服刑期间 金子一直都勤奋啊 谦恭和蔼可亲 热心助人 所以被其他的犯人 昵称为亲切的金子 有点像是我们会说温良公减让 就是他比其他的御游都还要诚实 还要守记 他甚至信教祈祷 所以应该说他入狱之前是美丽的金子 他入狱之后变成亲切的金子 但是他出狱之后呢 不能说他不美丽了 可是他就不亲切了 因为他要复仇 不管你是喜欢普赞玉导演 还是想要朝圣复仇三部曲 罗拉都很推荐大家去看亲切的金子 这部经典重映哦 接下来这部新片也非常有特色 先来听听看他的介绍吧 The Blue Captain 双手的温柔 摩洛哥导演马利安·图泽尼 即烘焙幸福录 新作双手的温柔 让主角改拿起针线 编织起动人的生命篇章 哇 听到这个介绍 就让巴尔拉想到上个礼拜的音乐电影特辑 其中一部也是有讲到职人精神 但是因为亲切的金子跟职人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礼拜的节目定做职人电影特辑 但是刚刚听到这个介绍就会觉得 好像看完这部电影就会对裁缝店的工作有更深的了解 实际上的确应该也是 但是双手的温柔这部电影的主旨 并不是要让大家了解职人的工作哦 电影的故事讲的是一对传统裁缝店的恩爱夫妻 他们一直坚守这个即将失传的古老工艺 这时候一名年轻男学徒的到来 让他们觉得传承有希望了 但是唯妙的情感也在丈夫的心中暧昧滋长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英文的片名里面有Blue 其实我们在蛮多的电影当中都会看到 如果他跟同志琴有点关系的话 很可能片名当中就会有蓝色 而电影以失忆内敛的摄影捕捉这股压抑的爱欲 导演不是用张狂的故事剧情 而是用非常克制干净而且温柔的步调 一针一线的勾勒出这段感人的剧情 也很细腻的描绘角色之间超越生死的绵长爱意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动人的故事 不但挤进奥斯卡国际电影的短名单就是15强 也获得坎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的影评人费比锡奖肯定哦 演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是由最近重新上映的经典之作烈火焚身的女主角 卢比娜阿扎巴尔 还有演技派的男星夏莱赫巴克里饰演 这一对在摩洛哥古城的传统裁缝店夫妻 刚刚有提到他们非常坚守传统嘛 是什么传统呢 就是坚持用手工的方式进行客制化的摩洛哥传统服饰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找学徒 就是因为女主角她因病身体就日渐衰弱 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得力的男学徒 让他们减轻掉不少的工作压力 但是就意外的让这位深受性向压抑所苦的丈夫 产生了一点点的暧昧情愫 所以三个人之间就有了微尿的化学变化 不管大家是想要更了解裁缝店的工作 还是对LGBTQ电影有兴趣 维娜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双手的温柔 接下来在进入电影Top07之前 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 Top3 The Super Mario Bros Movie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 第二名是Guardians of the Galaxy Vol.3 星际异攻队3 Top1有两部 Fast and Furious 10 玩命关头X 还有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 这礼拜的榜单有不少新上榜的作品 名字上也稍微有些更动 所以我们先来听第七到第四名的榜单 看看要聊哪一部作品吧 Top6 Blue Giant Blue Giant 藍色巨星 The Super Mario Bros Movie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 We're adorable Top5 The Boogeyman 鬼出柜 鬼出柜 我们的心想要 Top4 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我祝你 Transformers Rise of the Beast 变形金刚 幻兽崛起 我没有人 我还没看到什么 我还没看到什么 哇 这个礼拜的榜单稍微有一点挤 而且真的有很多新上榜的电影 第六名的蓝色巨星 上个礼拜 Viola有在芯片大战的单元 跟大家介绍 鬼出柜是鬼片 我们就是 呃 非必要会跳过 另外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的话 因为Viola下个礼拜自己会去看 所以我们等到下个礼拜 台湾也上映了之后 我们再来细聊它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变形金刚万寿崛起啦 这一集有很多大咖的明星现身 算是改变以往的做法 这一集的外星机器人 是由好莱坞的知名演员配音 其实这件事情在近年来 台湾也蛮多讨论的 就是我们应该要相信专业的声忧 还是说找大咖的明星 然后为这部电影 算是有点代言的感觉 然后可能他们自己的基本粉丝群 也是巩固住这部电影的票房嘛 不过像以好莱坞来讲 过去大部分都是主要的角色 可能会找大咖的明星 但是其他人就还是会以专业的声忧为主 至于这一集的变形金刚呢 其实有很多新的角色 所以Viola觉得 他们毕竟也不是怎么样换角 就是这一次这个新的一集 请来了这些好莱坞大咖明星帮忙配音 包括新种的变形金刚 金刚王是由Ron Perlman 瘟疫则是由Peter Dinklage 幻影则是由Pete Davidson 雅西是由Liza Cauchy 同温层是由John Dimagio 还有今年俘获奥斯卡的杨子琼 跟永远的柯博文Peter Colon 可以说是众星云集的一个状况 除了配音找来很多大咖的明星之外 他们在动画制作上面 也没有马虎哦 因为这次的特色 就是要打造出野兽系的强大金刚 其实这个系列在粉丝间 本来就非常有人气 而且他们其实本来在第三集就想要介绍 不过最后还是等到第七集才引进 可能就是因为金刚王只出现在2D的漫画里面 系列卡通并没有这个角色 所以3D版的金刚王就变成本次剧组最大的挑战 剧组说最棘手的部分就是因为金刚王 他是星星嘛 所以他应该要感觉像一只动物 但是他是变形金刚 所以他也应该是金属的 所以同时要有金属的特性 也要有兽皮还有兽毛 大家如果去看变形金刚 就在自己判断到底金刚王做的逼不逼真啰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前三名看看要聊哪部作品吧 Top 3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Vol. 3 星际一攻对三 I'm done running Top 2 Fast and Furious 10 玩命关头 X You might want to buckle up Top 1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 She got legs You idiot I don't know where 所以他不太可能再回来Marvel 指导什么新的系列 一方面是其实见好就收 应该也是Marvel最近几年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集当中从头到尾都一直给大家有人要死掉的压迫感 其实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现在要结束了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死掉 也非常合理 不会说我未来的MCU铺梗啊会有问题 所以其实早在剧照释出的时候 就有人因为看到那个Nebula抱着星爵的那张剧照 就以为星爵死掉 然后Nebula是抱着星爵的尸体 可是其实电影开始没有多久 我们就知道那是星爵喝挂了 虽然Nebula自己是非常喜欢星际宫队3 可是我会觉得现在真的是演到有点像连续剧啊 这真的是专门给Marvel死众粉丝看的 因为如果你稍微忘记一下之前MCU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不知道星爵在难过什么 所以稍微给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就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终局之战的时候 Daniels为了要拿到无限宝石 收集完全部的无限宝石 他就把自己的女儿Gamora也就是星爵的女友 推下山谷 那这就是为什么星爵非常难过 因为他女朋友就死掉了 虽然他们一起拯救世界 可是他就一直很难过 那更难过的是 他们其实遇到了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的Gamora 但是他就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他不但不爱星爵 还非常鄙视他 这就让他更伤心 但是除了星爵之外 他后面也有另外一次 就大家以为他要死掉嘛 可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呢 都是Rocky Rockoon火箭浣熊 他一直处于算休克的昏迷状态 那MCU发生自己觉得最感动的就是 当然那些回顾Rocky小时候的反虐待动物相关的内容 也非常感动 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是 他在最后回到自己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然后去看自己的出生地 之后非常骄傲的说自己就是浣熊 这件事情真的超感人 因为我们在不管是前两集星技艺工队 还是在别的MCU的作品 都会听到Rocky 他会一直反驳自己不是浣熊 但他也不是兔子 然后他也不是就别的所有什么东西 别人只要说他不是人 他就会反驳说自己不是那个东西 但是他现在知道他自己确实是浣熊 然后非常骄傲的帮自己取名为Rocky Rockoon 我觉得这是这一集当中 非常有意义的角色成长 讲到这边这礼拜节目也差不多了 希望下个礼拜星技艺工队 还可以继续待在榜上 然后VALA就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欢的片段 所以下礼拜同一时间记得回来引流尖叫乌欧 我是VALA 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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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